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十一这个大典之前 习近平突然发布了斗争的理论 很多人去说他学习了毛泽东 在他的整个阅兵的仪式中 就是十月一号的活动中 他也同样是以承载毛泽东的概念 他要借着毛泽东的阴魂 但他能否借到可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跟大家讲 能否借到可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背后有高人 这个高人是画库号的高人 给他出这主意的人 那搞不好不是人来了 有朋友乐说有点不相信 王林是人是鬼 死去的王林 马云的朋友 李连杰的世交 江泽民妹妹崇拜 前妻曾亲自拜访 我问你 你说他是人是妖 在今天的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说 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就是有着另外空间的东西 而当他讲出斗争的哲学 人们在人的表面说是毛泽东的 在生命的表面上 斗争的哲学是彻底与他的方德始终的概念 是对立的 他盗用了在生命形势中 叫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亿 两亿是阴阳 阴阳平衡对等 习近平秉承毛泽东说的 斗争的哲学 他是把平衡的东西对立起来 阴阳相对立 来获得自己利益 说他们是对立的 是斗争的 而不是平衡的 所以他是伤及生命 这就叫魔鬼 因为他否定的 是远远高过于人的那样的生命境界 无极生太极 人们眼睛只能看到太极 人们思想只能知道无极 说那有个无极 什么看不着头 看不着最大 看不着最小 无极 什么叫太极 应该有个最大 应该有个最小 完了 你说是什么 也就说到这 两一就能说了 阴阳 一看太极图 阴阳 这他就能说了 有了两一 才出现四项 四项是时空 东西南北 春夏秋冬 我们生活的空间 时空 当这个东西有了之后 才开天辟地造人 开天辟地造人之后 有朝 这是个神仙 为了 因为造人的时候 造了禽 造了兽 那动物能吃人的 人他没力量 所以来了个神叫有朝 给造的房子 今天在北京 有一家公司 就叫有朝集团 共产党的人 现在出现的相对应的道理 都存在 华为 他把他自己的芯片叫做鸿蒙 一切从通开始创世 那房地产公司叫有朝 他们家天下的房子 都是他们家的 他是祖宗 这都是相对应的 邪恶的对应的概念 既有着他善良的一面 在追溯着生命的原始 又有他把祖宗的东西 最开始的神仙的东西 放在今天所用 开个公司叫天地 你还有谁呀 对吧 开个菜馆叫黄天酒楼 黄天酒楼 你是黄天的爹 人的贪婪与无知 又有着自己内在生命的本来 所以 他是这么来的 等有了房子有朝 他出现了随火市 给人们吃食的 吃熟的东西 随火市出来之后 是肉身这边 然后福西出来了八卦 是人的魂魄那边 人们顺着八卦能回去 这是造人的 而今天的人 最低下的人 反祖逆祖大逆不道 把两义说成是斗争 这是天灭中共 避灭他 如果他把两义 作为斗争的人中的斗争的解释 来获得自己权利的话 他触动的是太极 触弄的是太极 要灭他的是无极 被人们能解释的 你想吧 所以文殊菩萨的不忘初心 是指那无极的来处 方德始终 你才超越时空 超越四项 超越时空 那是人家的 你别说 跟我个人修炼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就讲这是普世的文 他说了这话 我跟大家能解释 我能理解的浅薄的认识 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习近平共产党之罪恶 这叫逆天大逆不道 那也只是有 要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大家才看到 共产党好似天魔 超过天魔一样 而人们 我们人经历一个绝对的大的净化过程 受难是净化的过程 孙悟空不经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就没有他后来的那一份东西 而被炼丹的时候熏得俩眼 那个不熏他能出火眼金睛吗 这不就是两仪的概念吗 相生相克的道理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蔡英文说话 香港执法人员用枪过当 这是美国之音报的 这是讲在10月1号 香港开枪 伤了一个18岁的孩子 我跟大家原来解释过 我说在香港会出现八九六四的东西 但是呢 只是他的母 他的母子 他的母子 他的母子的本身呢 模型有 但根本无法跟八九六四相比 八九六四的邪恶的力量太深厚 有着他历史的背景的原因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 他没有任何力量 只剩空壳了 所以 那个有人就像有人提到说 这么近 他实际半尺 他是直接对着胸口这打的 这么近 那孩子 那孩子已经出了ICU了 叫ICU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所以有着一种神迹的表现 天佑的表现 那但是呢 香港警察的罪恶 在这个过程中被计输下来 蔡英文 香港发生的事情非常遗憾 执法人员用枪过当 造成重伤 希望香港政府理解人民 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 尽快真诚坐下来 与人民好好对话 这样社会才能够稳定下来 为什么出现枪击的事件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就像罗列 今天中共的罪恶 在10月1号之前 大概在27号左右 有一个在国内有一个人举牌 说举牌让习近平李克强下台 这个人被抓了 那是2017年发生的事情 结果因为这个理由被抓了 结果在监狱里打死了 打死了 结果国家赔偿他298万 这个事 他要习近平下台 这个政权把他打死 习近平 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赔他 他冲着是习近平去的 这笔债 这笔死人债 就拴在了习近平脑子上 拴在了死 这是直接因他而死的人 等到了10月1号 在香港 同样是因他而死 而这个人没死 意味着正的力量在起来了 天灭中共进入大陆 这个人没死 正的力量起来 而习近平在乡 在北京大阅兵的时候 你让我说 他借着鬼的力量 毛泽东 鬼的力量 借得来 借不来 放一边 他有这模子 所以所有旁边的人 都用精益的概念去看 我们如果你觉得 如何的 你觉得可能不是 也可能不是 这个事咱得说吧 我个人能力太有限 只是站我自己的角度 去跟大家聊天 在去年 一年多前 我们说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我也这么说 我说你不信就算了 咱们就是聊天 2018年底 万劫不复 再劫难逃 2019 咱说完 我也这么说了 聊天 你别当回事 天灭中共 喊得更早 就像有人 石头有毛影 天灭中共 什么叫天灭中共 你跟我说说 天在哪 怎么灭呀 打雷劈它 你有病吧 而今天 所有这些口号 喊在了 所有这些概念 出现在香港 文章后面就提到说 10月1号 没有国庆 只有国上 而在台湾的大学的校园里 大陆的游客 去撕掉 支持香港的连东墙 他撕掉之后 被中华民国的移民署 给抓了 遣送出台湾 他的概念只有一个 概念只有一个 任何来到中华民国的大陆人 想做出违法的事情 影响到言论自由 人们的言论自由 和思想自由的 都将被驱除除解 这就是台湾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